那么OBD电源小助手这个插头 是专门用来短接OBD上面的电源的操作 那么这上面的每一个按钮 代表着它不同的短接方式 我们现在以丰田车为例 我们短接它的4和13 要短接它的时候将这按钮按下去 按下去之后 我们打开点火开关 打开点火开关 进行4角和13角的短接 就可以对车辆进行同步 比如说咱们换了新的防导盒 需要进行同步了 大家可以看好 现在灯在闪烁 它已经进入到同步状态 我们点火开关打开 那么这就是这个OBD 电源小助手的特点 这是可以除了可以短接丰田的4和13 它1和16大众和奥迪上面的短接 它都可以完成 还有一些可以短接的是一角接地 就比如说是三菱车 需要做遥控匹配的时候 就可以按到1和4 那么按下去之后 就可以达到它的短接效果 这个小工具十分的方便